根据空客公司网站2022年2月24日刊文 空中客车公司和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签署了欧洲无人机项目开发合同 空客公司代表空客西班牙 法国达索航空公司和意大利莱奥纳公司等三家分包商 而欧洲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则代表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四个首批用户国家 根据合同要求 空客公司首批将交付20套欧洲无人机 每套系统包括三架侦察无人机和两个控制站 其中法国四套、德国七套、意大利五套、西班牙四套 同时还要负责为期五年的技术保障 报道介绍 在2018年柏林航展上披露的一个全尺寸模型显示 欧洲无人机比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MQ-9死神略大 展示的模型配备了光电红外传感器 尽管主要用作情报、监视和侦察的工具 但也可以选择将其武装起来 欧洲无人机是一种中空长航式遥控飞机系统 具有多功能和适应能力 使其成为情报、监视目标获取和侦察任务 或国土安全行动的完美平台 其面向未来设计的开放式架构部分 将允许客户武装部队未来需求的增长 和重新规划系统功能 它是第一个从一开始就满足融入空域要求的攻击无人机 有助于提高效率 例如使用直接飞行路径 无需预先计划的紧急着陆点 从而节省了时间、降低了燃料消耗 同时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欧洲无人机依赖于数字化设计、制造和服务 这是空中客车公司采用了一种新的数字优先的方法 用于航空航天产品 在所有产品阶段的设计、制造和运营方式 欧洲无人机是第一个从一开始就通过数字化设计、制造和服务 分布进行全面设计和开发的计划 旨在从更好的升级规划 更高的运营可用性和更低的生命周期成本中受益 有关该项目的工业结构的一些粗略细节已经公布 空客和德国将负责飞行管理和空域集成系统、起落装置以及地面控制站 并建立总装线 达索和法国将负责安全飞行和着陆系统、圣物系统、空气和中央维护系统 以及地面和移动式中央维护系统 莱奥纳多公司和意大利将负责机翼设计和生产 机载电器和环境控制系统、机载任务系统以及机载武器系统 而空客和西班牙将设计并建造机身和尾翼、地面安全关键控制系统 安全相关战术通信系统以及推进系统 报道称 首次飞行预计将在2025年进行 交付将从2028年开始 初始生产合同预计将耗资71亿欧元 空中客车公司国防和太空部门首席执行官麦克·什尔霍恩说 欧洲无人机是行业、欧洲防疫采购机构和国家之间合作的结果 它将提供该领域最先进的无人机系统 在该行业内创造7000多个高科技工作岗位 并将加强欧洲的工业主权、专业知识和国家之间的合作 这一合同的签署启动了欧洲最雄心勃勃的国防计划之一 这份合同的签署标志着欧洲国家和工业伙伴决心实现政治目标 秉性对导致欧洲国防主权的技术挑战 具有强大关键技术基础的创新 计划将通过为非欧洲产品的现成收购提供新的替代方案 来保证欧洲的战略自主权 由于共同的愿景和务实的方法 欧洲无人机选择了每家公司的最佳内部能力和专业知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